今日活塞做的如常 迎赶醍醐 两支球队都是联盟的弱旅 战绩都差不多 本赛季已经没有季后赛的希望了 相比于活塞 醍醐可能会有所期待 那就是他们的状元郎蔡恩即将复出 据记在本周五最阵爵士的比赛中 迎来自己的NBA生涯首秀 如果他回归后能达出应有的水准 那么醍醐即使本赛季进不了季后赛 下赛季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比较有趣的是 本场比赛在替补习观战的蔡恩 由于可能训练比较辛苦 或者是第四届队友打的蔡烂 竟然在关键时刻醍醐 活塞102比99的时候 打盹了 眼睛不自由的就闭上了 接着又打开又闭上 就好比说我们国人所说的钓鱼种 哎呀画面十分的搞笑 现场呢这个直播的媒体 给了一个这样的镜头 作为醍醐的状元郎 这么关键的时刻 不给队友加油助威 反而无聊的睡觉 确实是不够意思 估计又要被球迷吐槽了 虽然蔡恩本赛季缺席了这么久 但是从胡人交易过来的 英格拉姆 打得非常的出色 完全适应了大当家的角色 场均拿到了21.5分 又点一个本 已经具备了全明星的水准 希望他能够进入全明星 拿到大合同吧 各位对于今天说这个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